早晨 早晨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集幾個萬迷早晨之部 昨晚柳爺也做了一個特化 因為Fabissio Romano Sky Sports和幾個媒體都說 麥湯去納波里和奧加達尼曼聯 都很有突破性的發展 尤其是納波里那方面肯下價 稍後會跟大家說說 過了一晚之後有什麼最新的消息 另外我的WhatsApp Channel 現在也有538位的追蹤者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繼續在我這條影片的資訊欄裡 你按了就可以 應該可以追蹤到的 記得按追蹤 還有我出了一些消息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按LIKE 好了 今天也會說了賽後的補充 因為昨天沒有時間錄了 簡單回覆一下 昨晚的影片主要來講 報導兩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納波里肯出價了 出到3000萬歐羅 萬聯也接受了這個報價 但是現在最後就是看看麥湯 想不想離開 所以Personal Terms 還沒有同意 但是我昨天也有提到 麥湯其實只剩下一年約 如果萬聯不再和他續約的話 其實他也會被迫走 這個當然是有點可惜 說真的 我對麥湯有多喜歡 大家都不用多說 大家可以留言 說一下究竟 記不記得我講過多少次 不想麥湯走 我真的說過很多次 所以麥湯走 肯定是大家都覺得軟式 昨天也有很多朋友留言 我也不明白 有些人想法是為什麼 怎麼聽話 有些人真的不明白 Anyway 也因為正正是麥湯走了 所以就有了那3000萬歐羅 尤其是他清份 令到FFP的情況鬆動之下 就算PSG不減價 我們也可以買到烏吉達 這也是說烏吉達準備就緣 隨時坐飛機來 曼茲斯特做體驗 諸如此類的事情 但還是要等麥湯先處理 所以這兩件事絕對是 呱呱呱呱呱騰 但很可惜 經過了一晚 到現在錄音這個時間 這兩件事都沒有最新的進展 但都是昨晚的情況 當然 我們要研究一下 拿波利為何這麼快 可以出手 原本始終都是 大家知道拿波利是沒什麼錢的 原來他們的射手奧士文 因為他們是馬路加股 被迫負奧士文 原來沙地那邊 就出了一個6500萬歐羅的必 買奧士文 當然現在還未成功 但是大臣都說 沙地已經出手了 那究竟拿波利肯不肯 當然現在還在談 還有 最重要的是 奧士文肯不肯去 這個也很重要 所以 他們說 球員那邊 暫時還沒有什麼進展 不過最大的問題 就是 奧士文說明 要離開拿波利 但是另外兩個買家 PSG也好 車仔也好 都好像忍著忍著 不出手 不知道是否等到最後 才做deadline fighter 希望可以收拾好東西 尤其是車路士 說真的 賣了劳卡股 比拿波利已經可以收拾到一些 總共4500萬 都算是收拾到的 當然 如果我是奧士文 我都會考慮 去不去車仔 我想大家都會明白 雖然昨天贏了波 但實際上 我也不敢說領隊厲害不厲害 但問題是管理層 肯定會亂到世界 但PSG最少不出手 奧士文我估計最想去 應該就是PSG 暫時可以去到的地方 但很可惜 PSG好像 就算現在傷了前鋒 都沒有打算出手 還是最後才一夜過 我不知道 所以為何 你膽敢多賣蜜湯 其實這個我想也是原因之一 即可看看 究竟事情發展下去 暫時來說 蜜湯還未離開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 不用這麼快說 其實蜜湯還未離開 因為老實說 我頗相信 如果蜜湯說 不是 我也想踢完 踢到懸躍才離開 蜜湯是不會逼他離開 其實大臣一直都是這樣說 我也相信 雖然蜜湯這兩年 很多時候都被後面入堤 但他的影響力 我想真的沒用之意 再說一次 大家請留言 你記得我在節目裡 講過多少次 不寫蜜湯 走 好 接著就是另一位中場球員 艾力神 原來我也看不到很多 因為有很多的 實在太離譜的故事 以前我沒有看 但原來大臣在 Ferbizio Romano 在Givin Sport 說 他也聽到很多傳言 很多傳聞 關於艾力神 但根據他所知 其實沒有任何的必要 萬聯沒有收到任何的落價 出價 所以根據他的理解 艾力神暫時未必沒有機會離開 但是他說如果有一個好的提議 的話 無論是萬聯 無論是球員 都是有機會離開 但這個也暫時沒有 所以我覺得艾力神的機會很小 他好像只剩下一年弱 所以就踢了今年 老實說 你說我們中場沒有機會用他 其實是有的 因為我們有創造力的中場 其實就不是很多 大家都明白 但是又怎樣 在坦克這個踢法的創造力 怎樣可以發揮得到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Possession 是 稍後說數據的時候也說了 Anyway 說回一場波 賽後補充 首先 我想說 我昨天拍到巴角度的影片 就說踢得差 但是有很多朋友說 其實不是我踢得不錯 這個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經常都說 大家的意見不同是很正常 為什麼 如果大家聽清楚我說話 我說踢得差的意思就是 比起上一場對負銜 這場波 運球上的能力是比負銜差的 製造出來的機會也相對來說少了 所以我覺得是踢得差 但是很多朋友覺得踢得好 就是比起上一季或者之前坦克 帶著曼聯對白禮頓 是踢得好做的 尤其是捷克 這個我也同意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說不同的角度 但是統計 在看一場一場波 我很反感 有些人說 你有沒有看一場波 現在沒有了 我們已經沒有了這些人 經常都說有沒有看一場波 大家看同一場波 是絕對可以有不同意見的 這些人我覺得真的 死定在一邊頸 永遠都覺得自己對 還有客觀事實 這個我已經說過了 就是說 我們對白禮頓的成績 尤其是坦克帶著的曼聯對白禮頓 大家看看 五場裡面輸了四場 贏了一場 所以我們一直 對白禮頓也是被他們吃著的 我看到一篇文章寫得很好 白禮頓這個球會 就是那個計劃做得好 管理做得好 所以他們不停的管理都沒事 這個我曾經在節目裡略略提過 但是我也跟大家提過 這件事是好的 但是我們也見過一些例子 就是說 當他過了幾年之後 繼續是這樣的話 長遠來說也有機會有問題 大家看到屈福特 大家看到收藍頓 就知道情況發生什麼事 當然我不是說白禮頓 一定會是這樣 但是其實 始終一個球會 是有一些東西是需要有穩定性的 不是不變 變化是需要 但是也有些東西需要有穩定性 這個是管理的微妙之處 Anyway 但是這個數據是Opto Joe走出來的 這個真的不是太好的數據 他說自從2002至2003這個球櫃 曼聯很多都是90分鐘以後 保持的入球 導致輸球有六場那麼多 說到2022、23、23、23、24 就是兩個球櫃加兩場球 簡單來說 但是他說 在之前的30屆的英超 他們試過 輸這樣的比賽 輸過兩次 真的差很遠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 They only lost two such matches in the first 30 campaigns in the competition combined 這個真的很奇怪 我都沒什麼印象 我們以前那麼少的保持輸球 保持贏球當然多 經常都說Furgey time 但是原來我們保持輸球 只是輸到那麼少嗎 這個真的 我沒有理解錯 我有點驚訝 還有這兩屆 臨尾輸球輸得多 我想大家都感覺到 所以這個真的是 我們絕對要改善的地方 好了 講起林美輸球的球球 多謝有位巴逸 做了一張圖給我 原來他也是在網上找回來的 但是我找不到 就是在那裡 他就說是大臣做出來的 但是我找不到在大臣那裡有 就是我說了 最後的球 你看 我們禁區裡面 1、2、3、4、5、6、7 8個球員 但是全部都在 Strong Side 也有朋友留言 其實這個策略就是 不要讓他出球 但是大家看到 我們在四個球員 我或者這麼說 我們需要四個球員去頂著他 就是阻止他出球 其實是不是兩個頂空 三個已經足夠 看另外一圖 這圖我自己截圖出來的 就是什麼 其實大家看一下 遠處那裡 1號的位置 就是入球的那位Patchel 但是其實2號、3號 都是還有人在後面 只要24號傳球到尾處 有三個球員可以接應 就算大力了 那裡還有人可以接應 但是呢 雖然這次輸了這球球 我們的防守是有問題的 我覺得 抱歉 看看這個角度 其實有兩個球員 主要進去 有兩個球員是不到的 只是幫忙的 這個角度 看到以為有四個球員 進去 其實有兩個球員是不到的 你看這個位置 但是我覺得 有一件事做得很早 大家看看 以前去年 我們不是經常輸禁區頂的球員 我用黃色圈著球員 這次來講 Casime就回來 看著全球路線 所以我們的確有改善了 就是 在禁區頂 我們終於有人看了 但在美儲 我都明白 由於我們過分 集中 不要讓對手 在前處出球 所以導致 後處空虛 這個是設計性的問題 因為我看看有沒有capital 就是坦克 坦克 都真的這樣說 坦克真的這樣說 他說 We didn't stop the cross 我們沒有阻止到傳送 其實他說 有三個球員 我看到真的有兩個 不過文盧在這裡舉高的腳 都可以叫他第三個 他說 我們有三個球員 他說 這位24號球員 是右腳球員 為什麼不逼他落底線 不讓他cut in 回去傳球呢 如果我們阻止到 去cut in傳球 就不會有這個入球了 他說當然 這個就是球員 在職場的時候 忘記了一些資訊 我相信坦克真的是 把這些資訊給了球員 但球員在職場的時候 腦子轉得那麼快 這就是問題所在 所以為什麼 我們經常說 現在的足球 很多時候 真的要用腦去踢球 就是這樣 因為教練給了你們很多資訊 而球員就在瞬間 火石之間 要記得他的資訊 而去作出一個適當的判斷 所以為什麼經常說 福仔這些球員 很難在現金足球上 踢得好就是這樣 因為他比較上 腦筋可能轉得慢一點 讓我們看到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讓我們看到就是 當然我們有說關於這件事 但是 我們怎樣作為一個球隊 去反應呢 也是一個事 他說這個入球裡面 就起碼超過多過一個錯誤 其實坦克也真的解釋了整個情況 就是說 其實他們的設計上 就真的阻止對方近處出球 也都給了足夠的資訊 就是說其實這個球員是右腳的 你給他左腳去 他沒有用 他去廢 但是你為什麼 你阻止不到右腳出球 第一 但是他也補充了他 這球球是輸多過一個錯誤 就是說其實其他球員 除了他去局局的兩至三個球員之外 其他球員也是有問題 所以你就看到 其實教練是有想法的 領隊是有想法的 但是球員怎樣執行 執行得好不好呢 這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昨天 另外一位巴友問我一個問題 也有趣 他就說 其實別人對方打這麼高位的球隊 打這麼高位 我們只要突破到越位 就很容易入球 這個呢 我看球的時候 也有跟我一起看球的朋友聊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贏得到的 就是因為正正這件事 我們以前的強項 破對手的越位 但是為什麼現在經常都被人頂到越位呢 他就問我 這個究竟是教練問題多些 還是球員問題多些 我回答了這位朋友的說法 其實一定是球員問題多些 為什麼呢 教練當然可以教你怎樣做 在練習的時候 教你怎樣去看著對手的防線 怎樣可以讓自己多忍一步 或者忍一半步 因為說真的以複製的速度 他忍一半步 他都比人更快 但是為什麼下場做不到呢 就是正正球員 當時職場 收了 球員收到這麼多資訊 怎樣下場的時候 引用回 用回去 以及職場的時候 的決定 這些全部都是歸球員 所以大家就明白到現在 萬聯的情況是怎樣 爲什麽常時候要賣賣買賣賣 爲什麽不是沒有責任 不會說教練沒有責任 不過數學元家的責任較大 因為教練 他除非号етуasser那樣 Happy football 什麽都不讓 什麼指示 和球員純粹對自己的感覺 這是當事其中一個做法 但這個做法是否成功 我想大家自己心張原則 坦克、現金的領隊 大部份現金功夫的做法 是一堆 他們搜集了很多資料 給了很多資訊 給了一個球員 但落到場地踢過的都是球員 所以這些資訊能不能夠 令到轉化成為我們的優勢呢 就是看球員 當然教練也要幫助球員 去消化理解這些資訊 雖然教練也不是完全沒有責任 但是球員方的責任比較大一點 好了 我想說回那個processing方面 因為兩場 富咸和巴黎頓這兩場都是 雖然對著一些 不是 爭標的球隊 因為巴黎頓和 富咸可能中右下右一點 巴黎頓肯定是我們直接競爭對手 但是 我們在今屆兩場的processing 大約都是50%多 都去不了60% 又是那句了 如果你比較去年 是進步了 因為去年 或者去年或前年 我們對著巴黎頓的processing 連50%都沒有 這場作客也有52% 其實是進步了 但是問題就是 就算你有52%也好 未去到能夠發揮 坦克式足球的processing rate 老實說 大家都知道坦克的球 其實很現金足球 很哥迪奧納式的足球 你要發揮得好 你拿processing 說真的 最低消費率也要去到近七成 才可以發揮到你的打法 為什麼呢 如果你不是在後場 拿到processing 之後 可以把球 有利地傳去一些前場的有利位置 例如 例如 班奧 例如 艾力森 這類型的進攻中場 或者這類型的 前場的發展的人 是不會製造到機會出來的 所以 我們一天的 看你要求什麼 你要求只不過贏去年 即是在進步 這個絕對 是進步了 我也認同 但是你說要踢到坦克式的足球 我想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因為我們現在五十幾% 踢這些球隊 我不是看小 富賢不是看小巴黎頓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對一些競爭對手 甚至乎 在團賽榜相對來說 比我們的球隊弱 都拿不到七成的processing 大家試想像一下 你對著曼城 對著利物浦 有沒有可能 得超過六十個processing 大家自己想像一下就知道 所以我也是那句 如果我比較 駐藍場球 我們踢得差 如果我們比較上年對白禮頓 我們踢得好 事實就是這樣 OK 當然有些朋友 不會聽別人說 Anyway 也看回Total的射門 白禮頓有十四個 我們有十一個 這個也反映到一些東西 On target 對手五個 我們只有四個 Off target Block了就是 14-54 11-4 亦都看到 射門方面 我們的質素 也有待改善 又是那句 白禮頓我們競爭對手 直接被競爭對手 我們是否應該要 比他們好呢 如果我們要 爭取到前四 大家 不要忘記 我們 比去年踢得好 之餘 我們都要爭前四 所以這些 都是我們要明白的 好了 在防守方面 我們 我們 攔截 Tackle 贏的 Brighton 十二個 我們三個 空中 頂贏 Brighton 九個 萬聯六個 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 我 在官網看到的數據 除了 我們有52% 略為贏少少之岸 其他數據究竟是怎樣 大家自己有眼看 我就不多說了 OK 這節的最後就說了 很久沒有出現的 萬聯球迷的多重元宇宙 Colon這次 打了一篇文章 由於我現在的情況 不可以 叫 Colon 聲音演繹 我就讀出來 Colon看完場 有什麼感受呢 他說 我是萬聯球迷多重元宇宙的 Colon 打了一點點感想 這場雖然輸了 但我認為球隊有進步 未至於要被狠批 失那兩球都是老問題 就是不夠集中 我們並不是沒有機會贏 雖然那球真是失屬不陷 佳欣整個人都飛去 縮不及 我想補充 這個我想補充 有很多巴友都說 其實他應該要衝 因為Buno出球的時候 他已經衝過去了 這是有很多巴友的 意見 換人那道真是值得相抗 搬場換萬節 而不是文盧 坦克賽又說萬字有少少傷 但文盧這場真是一般 畢竟只有自己19歲 不可能場場保持高水準 都可以理解 這個我絕對同意 卡斯美奴 一連幾都不細 上場跌得很好 這場已經見到有點嚇勵 後來換走Buno 更加是勾頭 本來強勢也變弱勢 最後幾分鐘被對手按住來打 九手必失 也是遲早的事 未知是否Buno真的有些傷 不過坦克肯被Buno有吃 也是一件好的事 這場 換入麥湯也不知道有什麼作為 坦白說麥湯也需要供應才能入球 不過又換走Buno 其實實在太過冒險 結果真的因為這樣輸了 所以烏加達是有必要快點簽 讓卡斯美奴文盧有空間可以輪換 幸好現在只是第二場球 輸了也還有時間補救 希望坦克可以繼續帶領球隊進步 多謝Connor 雖然我們做不到元宇宙 但他也有心打出篇文章 其他朋友都可以 不過最重要是因為很多朋友跟我私下交流 如果你覺得你的文章打了之後 你都想在節目中分享 你可以說一聲給我聽 我就盡量安排 未必一定是保證做到 但我會盡量安排 OK Anyway 場球已經輸了 已經過去了 看看正如我剛才也說了 其實我們真的看多了坦克的想法 以及他的配置是怎樣 但球員方面怎樣配合 怎樣可以令到球員配合 這個絕對是 落場發揮就是球員的責任 但怎樣令到球員發揮得好 這就是教練和教練的責任 OK 今次就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的收看收看 拜拜 看到這裏 你like了影片了嗎 還要記得留言 還有介紹給人看 大家和大包叔叔一起加油 多謝大家